请问一下是不是赖品瑜 透过了国家的公帑 当成是林炳泰 他个人的薪资 他个人的车马费 怎么会拿纳税钱 又通到了新潮流的 派系的金库之中吗 真的是把国库通成党库了吗 还通成你新潮流的党库 所以大家都说什么 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啊 赖清德的他的 违贱说真的现在的风暴 持续烧下去 但是问题是 现在烧到谁身上了 现在又烧到了赖品瑜身上 这个是廖先祥 前几天他去提告赖品瑜 他质疑赖品瑜的特助 标下了赖皮疗 所以这之中恐怕是涉嫌了贪污 那廖先祥就到北柬 来告发赖品瑜 去涉嫌贪污 当然赖品瑜这边呢 并没有觉得自己有罪 他觉得呢他是被抹黑的 所以呢将会反过来 再来提告廖先祥抹黑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 整体事件是怎么样子发展的 一开始历史歌他踢爆的 他就说呢 你以为赖皮疗有特勤进驻 非常的夸张吗 更夸张的是 居然特勤是用公筒来租用装修的房子 用公筒来租用装修的房子 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就开始追了 后来呢就发现 哦原来呢国安局他们有一个标案 这个标案呢就是新北市万里区 警卫据典三的采购案 然后呢这个采购案 它是属于限制性招标的 等于说呢它是并没有 特别的去公开个评审啊 或者是来进行公开的征求之类的 这就是一个限制性的招标 然后这个标道的人 是起人一斗 标道的人叫什么名字呢 从这张图大家就可以看到 厂商的名称叫做林炳泰 他说他得标了 而且呢 绝标的金额是36万8千元 同时整个契约的旅行的日期 是从109年的8月25号 到113年的5月31号 等于从2020年的8月25号开始 然后一直到2024年的5月底 那算下来的话 大家有特别把这个资料算过 大约是46个月 所以呢平均每个月的月租是8千元 好 现在大家就来问 林炳泰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是谁 林炳泰到底是谁 所以呢 廖先祥这边呢 就把它列出了好几张的图片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哦 原来林炳泰 他身上穿着的是 赖品鱼特注的背心 然后呢四处在地方 来帮赖品鱼出席活动 所以这边有他的照片 这些都是廖先祥提供的照片 然后呢在会刊的时候 哦 也有林炳泰的身影 上面有这个赖品鱼 然后左下角呢 就是林炳泰 再来呢出席哪一些活动 哦呦 这边呢 有没有他穿着大大的立法委员 赖品鱼服务团队的背心 林炳泰呢就四处在帮忙出席活动 还有呢 哎 这边也有林炳泰的身影 以及最夸张的这张照片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哦 原来呢 赖品鱼 林炳泰跟赖清德 曾经在他们的赖清德的 违建老家外面 来进行合照流念 哇 所以原来林炳泰 又是一个新潮流 原来林炳泰跟赖品鱼走这么近 原来林炳泰也跟赖清德 看起来是熟视的关系 所以现在大家就开始在质疑了哦 你现在这个国安单位的标案 36万8千元的这个标案 如果是以46个月来算的话 平均的月租大约是8千元 那大家就质疑请问一下 是不是赖品鱼透过了国家的公帑 透过了这笔钱 一个月8千块 当成是林炳泰他个人的薪资 他个人的车马费 因为呢 林炳泰被大家查出来 林炳泰过去他并不是 列在立法院的助理名册之中 等于说呢 就不是公费助理的薪资 那如果赖品鱼要来请这位林炳泰的话 他可能就得要自掏腰包 但是真的会连这8千块都付不起 还要透过公帑来养林炳泰吗 这是大家所质疑的地方 也因此请问一下 赖品鱼面对了这一件事情 他出来怎么跟大家说 又是他一贯的说法说 这是一个乌龙爆料还是怎么样子 我们先来听一下赖品鱼的说法 关于廖先生针对我的特助 林炳泰先生的乌龙爆料以及抹黑 我在此郑重声明如下 第一 我在昨天接候消息之后 立刻跟林炳泰先生确认 他早在赖副总统卸任行政院长之后 就将房屋出租给维安单位使用 一切都符合法规 在2020年赖副总统就职之后 由国安局继续跟林炳泰先生续签出约 也就是说林炳泰先生出租房屋在先 我担任立文在后 第二点 这整起事件其实非常的简单 就是林炳泰先生针对他自己的私人财产 有依法处置的自由 我也不会去干预助理合法处置自己的私有财产 第三 我当选立委之后 聘任林炳泰先生担任特组 并且按约致付车马费 与林先生如何处置他的私人财产 毫无相关 廖先祥恶意的穿凿附会 好 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是 赖品瑜他的说法说 这又是乌龙爆料又是抹黑 其实上次在碰到云豹的事情的时候 赖品瑜就是一贯的说法 这叫乌龙爆料就叫抹黑 好 我们先来看到赖品瑜说 他都有来支付这个林炳泰先生 他的薪资还有他的车马费 好 现在的问题就来了 民进党最爱叫别人做什么事情 面对到什么样子的一些房子的争议 一些租约的问题 他们第一件事就是要叫大家什么 秀出租约证明 秀出汇款证明 秀出转账证明 好了 现在回到赖品瑜身上 请问一下赖品瑜口受无凭吗 你光是说什么 你有几副这个林炳泰这个薪资 可是请问赖品瑜 你能够出示你的汇款证明吗 你能够出示你的薪资证明吗 你是不是要出示之后 大家才知道 你真的有把这一笔款项汇给他 还是就真如大家所质疑的 该不会真的是拿国家的公帑 林炳泰标下了这个标案之后 你连8000块都付不起 然后要透过大家的公帑 把这笔钱当作是 林炳泰他的车马费来使用呢 所以这是大家为什么生气的地方 会就是说 现在这些维安特勤 领了公帑 居然能够从那个港哨里面 搬出22张的床垫 哇 一个赖清德 违贱的老家 居然要超过20个维安人员 在那边驻守22张的床垫 大家都在想说 为什么我们的纳税钱 是拿来去养这一些维安特勤 要帮忙来雇赖清德的维建 然后赖清德的维建 还那么的漂亮 还不止一栋 228坪 像贪食蛇一样有三栋 这个第一个 大家就已经很不满了 怎么会拿纳税钱来雇维建 再来大家又发现 怎么会拿纳税钱 又通到了新潮流的派系的金库之中吗 连国安局的标案 都能够留到林炳泰的金库之中吗 所以赖品云 你是不是该秀出这些汇款证明 告诉大家 你真的有把它转过去 不要再像过去那个潘孟安在那边 秀那个房租证明 我们这样子甩一甩 然后一整个王宏威收 像卫生纸一样就拿不出来 先拿出来再说嘛 否则呢 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回应大家的质疑 还有另外一点 我觉得也特别质疑的地方是 赖品云他到底有没有说谎 赖品云他在这里头的这样的一个声明 他就说呢 他在接获消息之后 就有先去问一下林炳泰 然后呢就发现 其实早在赖清德卸任了行政院长之后 林炳泰就把房屋出租给维安单位来使用 一切都符合法规 然后呢在2020年赖清德就职之后 国安局就继续跟林炳泰续签租约 也就是说林炳泰他先出租房屋的 然后他当立委在后 好所以林炳泰先出租了这个房子 然后呢赖品云才来当立委 虽然说这个时间点也是稍微有点重叠 好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什么呢 赖品云说林炳泰出租的房子 是国安局直接跟他签约的 可是赖清德办公室又是怎么说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边是说赖品云说他是由国安局继续跟林炳泰续签租约 但是赖清德办公室说出租领房给特勤作为部署据点的 也不是赖父总统的哥哥 而是同样是旷区子弟后代的赖清德的堂弟 那么屋主原本希望是无偿提供使用 但是行政部门依法不能够无偿接受 因此就以市价成租 大家看到猫腻了吗 赖品云说这个房子看起来是林炳泰的私人财产 赖半的回应却说那栋房子属于的是赖清德的堂弟 一个是赖清德堂弟的房子 一个是林炳泰的私人的财产 请问搞得大家好乱哦 那个房子到底是谁的 是赖清德的堂弟的吗 还是呢 这个还是林炳泰的呢 到底是谁的 赖品云这之中谁说谎 大家都想知道谁说谎 你不是赖品云不是说 这个是林炳泰出租房屋吗 怎么后面又被赖半打脸说 那不是林炳泰的房屋 是他堂弟的 所以呢 这样看得出来 赖品云讲了一个谎 是不是需要用更多的谎来圆呢 所以第一个 你先把那个薪资转账证明先秀出来嘛 再来第二个 为什么你说这个房子是林炳泰的 但是赖半却又说那是他堂弟的 所以房屋的所有权到底是谁的 还是说全部都是新潮流没关系 等于说林炳泰变成了一个白手套 我承接了政府的这个标案 然后呢 我一个月得到了这个八千块 然后呢 我就把这个钱拿来当你的薪资 拿来当你的车马费 这个是大家想要看到的吗 真的是把国库通成党库了吗 还通成你新潮流的党库 所以大家都说什么 新潮流不倒 台湾不会好啊 这是大家一直在说的 包含赖品云的爸爸赖净林 云茂能源为什么能够获利21倍 这之中到底有什么样子的 绿电里头的交易是什么 那赖品云是不是因为反核 就是因为爸爸赖净你做的是绿电生意 你才反核 然后再来 新潮流里面还有谁 陈宗燕 小云有空吗 接受性招待 查案查到现在 查到哪里了 赵天林虽然不是新潮流 但是你就发现 怎么这两个案子 查到现在都没有结果了 不是都说芬蘭调查了吗 倒是对马文君的动作很大嘛 查到哪边 不知道 陈凯林呢 涉嫌性招待 还一审被判刑八年 判八年耶 这个是新潮流搞的 郑文菜呢 新潮流的 论文抄袭被撤销学位 然后呢 还被指控过去到澳门来喝花酒 现在呢 那一段影片流出来之后 刑事局也不敢帮忙背书 不敢说影片是假的 那就有可能是真的咯 然后呢 没关系 论文抄袭没关系 扯出了这些 疑似跟别人开房间的丑闻 也没关系 我照样升官 我从桃园市长现任之后 我现在可以当上行政院副院长 这就是新潮流 这些一路上去的仕途 大家都能够越做越顺遂 是这个样子吗 然后戴伟山也是新潮流 面对未要案不道歉 对不对 然后呢 被认真是假讯息 也不道歉 还在硬拗到底 这些学生跟家长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那段时间 受到了多大的信任冲击 结果呢 戴伟山觉得 反正我政治目的达到了 成功把侯友宜的民调打下来了 后面的事情 拍拍屁股走人 全都与他无关 这个是赖清德办公室团队的人吗 还有谁 梁文杰同样出入招待所啊 还能够稀食加热烟 然后呢 被罚个钱就了事吗 所以整个新潮流 这么多的丑闻在这边 再加上现在爆出了这个林炳太 是不是一样 透过了这些标案 国安局用国家的公帑 来豢养新潮流 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新潮流吗 大家不想看到的话 是不是就应该好好的 用你各位的选票 好好的来教训一下蔡政府 告诉蔡政府 你们不能够再这么嚣张了呢 大家线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